你在決策的過程裡面 你連爭取阻擋都不阻擋 你們為了當官可以這樣嗎 這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政府啊 專制獨裁黑箱藝人做決定啊 好 謝謝 請主席邀請兩位 兩位部長 請陳部長 請陳主委 好 將會員早 兩位部長早 兩位都是內閣的決策官員 我們知道在民主國家裡面 決策官員是要負責任的 政治責任 所有的責任 很多事情你要概括承受 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 決策官員 內閣閣員 捍衛政府的政策當然理所當然 但是跟你自己過去的主張 是否相符 這是責任 這也是做一個政務官該有的風骨 我先請教兩位 這個重大的決策 在8月28號總統對外宣布之前 你們兩位參與的程度怎麼樣 請舉行 請舉行 這裡是國會 農委員 農委員就是說 在這邊是有這樣的一個政策方向的討論 什麼時候開始討論 大概在那前一兩個禮拜 整個大的政策方向的討論 好 你是那時候 那主委什麼時候 我想要特別跟委員說明 拍板前絕對是在這 如同陳時中部長所提到的 你最早什麼時候開始參與 這一兩個禮拜 只有這一個兩個禮拜嗎 不是 我說拍板 那至於參與 我特別說明 我想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在2016、520到農委會 擔任副主委之前 我就在智庫 所以相關 我講政府的部門 你不要扯到智庫 政府的部門這一個議題 你擔任副主委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參與這個議題 這個參與議題 我想 因為我也負責農委會的食品安全 農產品安全的部門 所以從頭到尾都是有在參與 從頭到尾都有參與 我想這個參與不代表說是決定 而是說收集國外的相關資訊 好 兩位長官 我現在請教一下 一個當然比較後面參與 一個之前就參與 請問 你們在決策的過程裡面 不管你什麼時候參與 你有沒有先強力的阻擋 有沒有 有沒有先表達說 這個站在你部會的立場 你要先保留 跟委員也報告 我本部的立場 就是有其他的需要 我們當然沒有反對 但是如果不安全 我們就不會贊成 那主委呢 你是一開始就贊成嗎 跟委員說明 只要會對整個農業部門 尤其是養豬產業部門受影響 而且影響衝擊 我們表達反對 我們表達就是要 你有沒有曾經想要阻擋這樣的決策 有沒有 有沒有想要阻擋過 你心裡面有沒有想要阻擋過 我覺得 你當學者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議題 你自己講說如果不檔的話不行 我們有增加一百多億的這樣的基金 好不要胡扯了 回答我的問題 回答我的問題 有沒有想要阻擋過 打從心裡 有沒有想要阻擋過 我覺得因為有政府的完整配套措施 讓整個養豬產業往前走 我當然要來認同教育政策 主委 如果你們都沒有阻擋 就直接要來談標示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意義 先跟委員報告 就是 你根本沒有捷徑所能嘛 對就是能夠 我們要面對問題 能夠安全 兩位 我問你 我問兩位 今天為什麼是全租進口 你們怎麼談的 怎麼會談到是全租進口 怎麼會 所有的部位都進口咧 為什麼內障不能排除咧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去argue 你有沒有去談判 你有沒有去力爭 你有沒有去立黨 你們兩位部長 在決策過程裡面 有沒有跟總統建議說 不要全租進來 先哪一個部分擋不了的話 我們跟美方好好談 看怎麼談 怎麼一開始 8月28號宣布以後 就是全租 是因為你們前面有一階段的作業 跟美方談好了 談不下去了嗎 還是都沒有談 那是一個政策的方向 什麼叫政策的方向 號列並沒有增加 也沒有減少 不是 那第三個 會不會反對 如果今天 那你告訴我 現在是不是全租進口 現在是不是要全租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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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反或者內臟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的健康受不了 基本上我們是要面對問題 如果其他部長 這才叫面對問題 有任何的號列進來之後 會超過 你們兩位真的沒有擔當啦 連這種話都不敢講 會超過會超過 會超過ADI 我們就不會贊成 為了人民的健康 幫國人講幾句話 去跟美方爭取 去跟決策的高層爭取說 拜託 內臟不要進來 你們連講都不敢講嗎 在低於MRL的標準之下 就是安全 那個標準誰訂的 這是科學 那標準誰訂的 那標準你開了一個知醫會 就出來講 叫人家背書就講 這就是你訂的標準 你知道嗎 很多的一些相關國際的研究 學者整理出來 相關國際研究也告訴你 風險很高啦 風險很高是劑量的問題 任何東西如果超過 所以才要訂MRL啊 你們的良心在哪裡 今天 請你摸著良心說話 沒有問題 實安是良心 你們當政務官的良心 你沒有風鼓就算了 連個良心都沒有 你講這種話 你在決策的過程裡面 你連爭取阻擋都不阻擋 你們為了當官可以這樣嗎 反對而反對嗎 什麼叫為了反對而反對 我們本來的堅持就是一樣的 我們的態度就是要面對嘛 我們就要面對問題 看能不能解決問題 你拿我們的健康 來跟你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面對這個問題 告訴你說 定出MRL 我們嚴守MRL 這樣的一個底線 就能夠確保安全 部長 MRL怎麼定出來 你很清楚 你們執議會就這樣開 我昨天問你實安會議 你也實安會報 你也都不開 你們也認為不違法 這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政府啊 專制獨裁黑箱 一人做決定啊 我們還能講什麼 我能講沒有良心而已啊 還能講什麼呢 跟你講那麼多 一直爭辯告訴你說 問你有沒有阻擋 你也不敢講 講一些 我們就是面對問題啊 處理問題 面對問題 我看你不是面對 你是面對長官啦 如果要面對問題 請來面對民眾 你連一個公聽會 昨天如果我們不要求 你也沒有主動開啊 農委會有主動開公聽會嗎 衛務部有主動去開公聽會嗎 都是立法院要求的啊 什麼叫面對問題 面對問題就直接來面對人民啦 謝謝請下台 來開公聽會我們都有來了 謝謝小委員